出手 還是沒有迫進 藍滿城 希望貝爾普斯給撞下來 直出往裡頭來打 所以頂線有一個幫忙防守的人 對 不開箱 上次在那邊打的 也算是還有他的水準在 國際是轉進來 所以金九的攻勢非常明確 在一開始呢 就是交給他們洋將來做處理 還是嘗試交給了貝爾普斯來進攻 瞄了一下 出手也有 把那個啾啾頭 多了大概十五分 特殊的光頭 上面一毛都沒有 可以這樣算嗎 剛剛頭髮是無效的身高 出手的空間都可以掌握得到 現在他們得分點比較多 那另外呢 進攻的把握性也相對較高 持續來攻擊對方的心臟地帶 這一球呢 再交給了貝爾普 擔擋 有手部的動作 對方有下手 他們一直覺得說 他們培養後場 所以這個就是對陳志忠來說 有一定的壓力 因為整個歷行程 因為一腳踩在木頭上 一腳踩在地鐵上 兩個滑步就一樣 所以他是會選擇就是了 他會選擇 這邊空手進來之後 第二波放進 他會選擇 超過這個 貝爾普可能可以攻擊的攻擊的空間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 他可以得到分數 都是在第一時間出手 他在第一時間出手 其實是比較沒有路的 壓在20分以內 他現在又破局了 擦板有 主要就是靠著 貝爾普有來到了50%的命中率 現在是攻下了8分 約翁隊也打成了56比41 貝爾普 貝爾普這場比賽呢 是現在已經拿到了有21分 另外抓到了9個籃板 基本上數據跟他 搞不好有機會來挑戰 前場比賽的數據 哇 結果 禦龍隊的幾位球員反應 好像有慢幾拍 而且還賺到了一次的加法 現在在第三節的時間呢 是 還有5分54秒 又是交給貝爾普來做處理 分19秒 來… 右邊切的時候 他是往心臟地帶走 那是你的隊友都在 你講 所以有的時候在判斷來說 你真的也必須要去思考 因為兩個人在他身邊 代表說一定會有一個人有通浪 因為他有一個隊友上半場 才被這樣子的招數吃了一拐啊 開始要做進攻動作的時候 你把手放對方的腰 在手上的時候 比這個差距式有點縮小 好不容易經久在紀念的比賽裡面 有一擊啊 但不行就等了超20分 是 現在葛基豪小葛拿到8分 另外傳出了4次的助攻 有意外 如果我們先看到禦龍的3 72分裡面有 好 腰圍腰的非常兇 最後還是能夠給進來 但是在進去呢 已經有準備來包夾 周伯昌的防出來這次是完全 我認為是不擠的 可是嘴沒有停 好 再一個高空 後面小五位 再來搶第二波還是能夠放進 防守一縮緊 外面就完全空了 6投3中 另外菲伯 這一下是有碰撞 犯規 我這樣看了一看去 今天好像金九只有一個人在打球 哈哈 他的manman 就是在這一兩季呢 才加入 這一球給到了右邊 走底線進來 勾撤勾進 是滿拚的 但剛才有點危險 籃底下第二波起來 金九要到這兩分 防守的問題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防守的十分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那對他們來說 要接下來拿下迎球的機會 並不是非常高 是 這個 中文字幕——YK